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朝萧綦 南朝萧梁 南朝陈这六个朝代 其中刘宋王朝由刘豫于公元420年去代东晋而建帝 刘豫当了两年都皇帝 就于公元422年去世 接下来刘宋王朝经历了少帝刘义甫公元422年公元424年 文历刘义龙公元424年公元453年 太子刘少公元453年 孝武帝刘俊公元453年公元464年等人之后 传到了前费帝刘子叶手里 刘豫本人并非世家大族 家族子弟在素质教育方面的成绩并不是出色 因此刘宋王朝在刘豫之后的皇帝大都残忍荒淫 好色试杀 刘子叶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佼佼者 刘子叶为什么被称为前费帝 因为还有了后费帝刘豫 这俩都是荒淫滥杀的君主的典范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排的上号 刘子叶在即位之后 弟弟江州四使刘子勋立刻起兵造反 其在登基之后 娶了自己的姑姑新菜公主刘英妹 她的姑姑原本是有夫家的人 这刘子叶垂涎她姑姑的美貌很长时间了 她把她姑姑招进宫底 然后就不让她姑姑出宫了 对外面的人说 她姑姑已经死了 接着她杀死一名宫女 送到姑姑的夫君家里 说这就是刘英妹 让她姑姑把这具尸体埋了 面对这样的事情 她姑姑的反应是非常愤怒 于是密谋把刘子叶废除 另立新军 刘子叶也怀疑她姑姑会有什么动作 于是先下手为强 把她姑姑除掉了 然后刘子叶想立她姑姑为皇后 她姑姑羞愤难当 对于刘姓宗是中文人 刘子叶将其最不放心的十一书 刘乡东王刘宇 十二书前安王刘修人 十三附近平王刘修路 从封地上征召回京师软禁起来 整天任意凌辱 大骂 三个人都是大胖子 其中刘宇最胖 刘子叶就给三人分别取了很难听的名字 刘宇叫猪王 刘修人叫沙王 刘修有叫贼王 把三个人装在竹笼里称体重 用木槽装上饭 再加入杂粮 在地上挖很大一个坑 坑里装入很多稀泥 让刘宇一丝不挂的到坑里 去吃木槽里的食物 刘子叶和其他人 就站在旁边看热闹 刘子叶很多次都想要杀掉三位王叔 每次刘仁修都极尽所能地讨好他 三人才暂时保的性命 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刘宇得罪了刘子叶 刘子叶就命人把刘宇捆起来 然后喊来宫里的厨子 说 今天把这头猪杀了吃猪肉 这个时候 刘修人连忙上前陪着笑脸 说 这头猪晚点杀更好的 刘子叶问 为什么要晚点杀呢 你倒是说个理由了 刘修人说 等皇太子出生后 再杀这头猪 到时候还可以取出他的新鲜的心肺来吃 刘子叶听后觉得这个建议不错 于是把刘 预关了一晚上 第二天才放出来 刘子叶令人发指的行为 是有一次他命令身边的人 当着刘修人的 面对刘修人的母亲杨太妃进行轮奸 众人怕被杀头只能照着要求做 其中有一个叫刘道龙的人 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其他一众人都看不起他 公元465年11月29日这天 刘子叶又狂性大发 他把宗室里不听命于自己的一部分部分公主和王妃都照到宫里 命令身边的人当众对他们进行建议 有一次刘子叶到花园林的竹堂玩耍 让几个宫女把衣服全部脱光了 一起相互玩耍 其中有一个宫女宁死不从 刘子叶下令杀了他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刘子叶有一次做梦 梦到有一个那个宫女咒骂他道 你这个暴君满杀无故 你很快就将不得好死 刘子叶醒来之后一场恼怒 令人四处寻找跟他梦里长得像的宫女 然后杀掉 不久之后 刘子叶再次做梦 梦到了被杀的那个宫女对他说 你无缘无故杀我 你也活不了几天了 那天 刘子叶找来巫师 巫师告诉刘子叶 这个地方有鬼 一天晚上 刘子叶带着巫师和一群宫女去竹堂抓鬼 他要亲自把鬼射死 因此禀退了身边侍卫 刘子叶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进入了一张大网 由于刘子叶凭诉荒淫残暴 是杀成性 很多人憎恨他 其中 他的三个叔叔是少不了的 还有很多是他身边的人 刘子叶是玩鬼 性质昂扬 认为自己完全就是这天地间一切的主宰 见人杀人 见鬼射鬼 刘子叶很高兴 他正准备吩咐演奏音乐庆祝一番 就在这时 艺人提着大刀来到了竹堂 紧接着后面又来了十人 为首的艺人叫做寿继之 此人原本是刘子叶的主医 负责管理皇帝的衣物 刘子叶平时很看不惯寿继之 这让寿继之很不安 使得寿继之也站到了刘子叶的对立面 寿继之等十一人进入竹堂之后 一群宫女看得群凶神恶煞的人 吓得四处奔逃 场面顺时混乱起来 刘子叶见识不妙 拿起先前射鬼的拱 燕弓搭剑 炒寿继之 鬼都能射掉 难道还射不掉你这个人魔 结果还真没射到 刘子叶拔腿便跑 寿继之拖着刀 一路追杀到华光殿 上去就是两刀 直接砍断了刘子叶的双手 只听到刘子叶的呼声 记 记 记 这是刘子叶在向寿继之求饶的声音 寿继之哪里肯听他的 再来一刀 结果了刘子叶的性命 刚刚还是鬼舍得很嗨的刘子叶 这会儿 自己也成了别人的刀架鬼了 杀掉刘子叶之后 寿继之对大伙说道 湘东黄刘豫接到了太皇太后的命令 诸杀这荒言无道的暴君 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着 大伙拥立湘东黄刘豫登基 示威宋明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